在3月18号的时候 解放军三艘军舰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进行军事训练 经日本自卫队确认 解放军三艘军舰包括054A型护卫舰大庆号 052D型驱逐舰成都号 以及055型驱逐舰南昌号 这也是我国的055大区首次公开进入日本海区域 此次我国海军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方面高度警觉 尤其是1.2万吨的055大区到来 这艘驱逐舰号称亚洲第一全球顶尖 在其面前整个日本海字都显得相形见处 对于055的到来 日本方面既担忧又无奈 毕竟自己实力不济 不过别忘了日本最能拿得出手的其实是美军 果然在中国舰队驶入日本海之后 美军也闻风而动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报道 在中国海军军舰刚驶入日本海的后一天 驻扎在亚太地区的美第7舰队旗舰 蓝灵号两极指挥舰就拍马赶到了对马海峡 也就是中国军舰刚路过的地方 而且诡异的是 在最近这几天蓝灵号在对马海峡两侧反复来回转悠 行踪十分异常 美军的旗舰堵在峡口到底想干嘛 是想找我们的055大区来个正面兑现吗 蓝灵号作为美军第7舰队的准舰 肯定也是有一些本事的 其排水量超过1.8万吨 要比055大区还大 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一艘指挥舰 同时也被认为是美国海军海上综合作战指挥能力最强的战舰 但毕竟只是作为一艘指挥舰 蓝灵号虽然有武器系统 可要是去硬钢055大区的话 无异于送人头 美万吨旗舰出马肯定不是来硬碰硬的 而是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蓝灵号的大吨位意味着其能携带众多的通讯设备 而搜集战场情报也是蓝灵号的主要职责之一 因此这艘军舰为何一直徘徊在对马海峡呢 因为完成训练后的055大区肯定要从这里回去 对于美军而言 好不容易等到055大区出远门的时机 当然不会放过收集情报的机会了 我们可以发现 美军军舰既能大摇大摆地从他国家门口过 还号称维护自由航行 同时也不建议让自己的旗舰守在路口 如做贼一般鬼鬼祟祟只为收集情报 这也是美军一直以来所擅长的阴阳两派作风了 实际上美军如今的表现愈发体现出自己不自信的表现 3月22号下午 中国与俄罗斯外长在广西桂林会面 并对当前国际形势以及今后中俄关系的发展举行会议 由于中美刚刚进行了外交上的一场交锋 因此这一次中俄的会议被外界尤为看重 那么此次中俄外长会议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3月23号中俄外长的联合声明来了 双方就若干问题签署联合声明 大体为四个准则 涵盖了人权公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四个方面 其指向性也十分明显 而考虑到如今中美对抗与美俄对抗的大背景下 这四大宣言又该如何解读呢 一 所有人权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 这一条宣言直击西方一贯用的人权手段 我们知道近年以来 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打着人权的幌子 不断插手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事物 导致天下苦闷久矣 人权本是一个褒义词 但是在西方国家的滥用下已经逐步变味 甚至几年前国内有公知高喊 我们不在乎大国崛起 我只在乎小民尊严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 没有大国崛起 哪来的小民尊严 一个国家人民的权益 与国家在经济 政治等各个领域 都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西方不会告诉你这些 他们只会以带着滤镜的报道告诉你 你不自由 二 公民有权管理国家事务及合法行使权利 第二条宣言实际上可以看作为第一条的补充 这也是西方针对自己的对手在极力歪曲的一点 几乎在任何关于对手的新闻中 西方媒体都可以尽心抹黑 理由是啥 就是你的制度不民主 为何不民主 因为你没采用西方的制度 而除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其他都不民主 是的 这就是西方的一些逻辑 实际上 民主的核心就是公民能合法行使权利 重要是看能否保障这个 而不是看你是啥制度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因此 这一条也是驳斥西方一条道走到黑 并且 出来走我的路 其他都是歪门斜路这样奇怪的思维 三 国际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 至于这一点 指向性就更加明显了 就说当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 美国国务卿拿着一管洗衣粉就嚷嚷着要打仗 并且在联合国投票都没有通过的情况下 依然发动战争 这就是完全藐视国际法的做法 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原本是促进各国平等交流的舞台 但近年来美国对其的态度却是 要么将其变为西方服务的工具 要么一言不合就退群 四 国际社会要团结 不要分裂 要合作 不要对抗 这一条也是回应了美国近年来 要对抗 不要合作的政策 当今世界谁在团结 谁在分裂 谁在合作 谁在对抗 同样的一目了然 就说说去年各国应对疫情的表现 中国与俄罗斯都有积极对外提供援助 但美国做的却是不断推卸责任 制造对抗 可以说完全对自己的国际义务不负责 可以说这一次中俄提出的四大宣言 犹如四把利刃击碎西方屏障 中俄作为两个国际大国 必然要面对美国的各种单边主义 而且西方依旧下定决心 要限制死中国与俄罗斯的发展 今后的火药味必然更浓 这也促使中国与俄罗斯走到一块 相信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 世界将不会只有一种声音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媒共同社的消息称 当美国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务大臣 举行二加二回谈时 双方讨论了 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 双方应如何应对 纵观此前的报道 日本对此事件的态度 一直是在尽量避免谈局此事 但这一次却少有表现出姿态 日本防务大臣扬言 台海若发生冲突 日本将援助美军 而此次日本防务大臣 按信夫的态度 也让很多媒体吃惊 不过仔细想想 这其实并非毫无征兆 就在不久前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公开表示 日本未来将会在世界各地 展现出一种超越过去的存在感 这意味着 日本将以更积极的姿态 参与各种国际争端 虽然日本过去坚持在台海问题上 坚持和平对话解决的方针 而现在对台海问题的态度 已有重大转变 毫无疑问 这一进步改变中日关系 不过让人好奇的是 谁给他们的勇气 做出这样的选择 就不怕关岛接收东风快递吗 飞行认为 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转变 主要是因为 美方在此次的二加二会谈中 明确承诺 在一定程度上 会为日本提供核武器保护 所以美军承诺的核保护伞 给了日本挑战中国的一部分勇气 另外就如同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所说的那样 如今日本需要一个更大的战略布局 虽然其中有很多风险 但日本的高层认为 只有这样做 日本才能重新成为大国 对日本来说 通过一场有影响力的局部战争 可以让它摆脱二战的战败国地位 重战大国梦 但其却犯了一个彻底的错误 那就是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目标 要知道 自1958年起 中国就发展出了 以东风系列为主的中程弹道导弹 而近年来研制成功的东风26 其射程可延伸至中国周边5000公里以内 可对海上大型舰体编队和航母编队进行攻击 可以直接覆盖日本的关岛 可以说东风26就是实现武力统一的戾气 所以在日本防务大臣如此表态后 中国不少网友热议称 官岛快递早就跃跃欲试